Hello,大家好,我是Ti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这次的视频呢,是跟大家谈谈如何海淘 那我这次分享的海淘呢,是一个比较入门的一个教程吧 因为之前一直有答应过大家做这个类型的视频 然后我终于抽了一个时间 想说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一个海淘的教程 那么我会说它是一个简单的入门教程呢 因为你不会英文也没有关系 分享的一些海淘网站呢 他们都是有中文界面 能看得懂中文就OK的了 其次呢,这些网站上你没有外币卡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支付宝就可以 如果你会淘宝下单,你就会海淘下单了 这些海淘网站呢,是可以填中文地址的 就是你不用想说你要去英文地址怎么填 没有关系,你填中文地址就OK的 基于以上的特点呢 所以我就把它称为是海淘的一个简单的入门教程了 好,那接下来就分类说了 那首先就跟大家分享我比较常买的 比较爱买的一类产品,就是美妆品 美妆品的话,我跟大家分享四个网站吧 有两个网站是美国的 有两个网站是英国的 那美国那边呢,一个就是这个beautilish.com 一个呢就是skinstore.com 那像beautilish.com呢 它的牌子,其实 它的美国网站的牌子是很多的 但是它能寄到中国的牌子是有限的 而且很多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品牌 当然它也有一些大众的品牌 像Becca 什么Cavio Con也是大众的品牌 种类也是很多 有美妆,护肤,护发什么这些都有 你买满75美金或者100美金之后 它就是免邮到中国 然后还是包关税的 它的邮寄的速度 就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 事情的话 大概一周左右就能收到 反正我每次买的话 大部分就这个时间段我就可以收到了 你不用担心关税的问题 反正它是包关税的 你只要满满它那个金额免邮费了 因为如果你不满满它的金额 它的邮费是15刀 对,这个邮费 反正其实从美国寄来的邮费是蛮贵的 beautilish.com是其中一个我会比较常买的 因为它那里的彩妆品比较的多 那像skinstore.com呢 就是我觉得是护肤类的产品多 然后它会有一些评价类的美妆品 在skinstore呢 我会买Zenerini家的产品 因为skinstore经常会有折扣 在这里我插播一个 就是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些网站有什么折扣的话 你可以在微博上去关注什么 英国购物达人啊 或者一些什么北美省钱快报啊 就是这样的一些博主 就是因为你要通过它 你才会知道这个产品 它是有打折有优惠的 或者是它有什么折扣码这样子 所以你下单的时候才会有优惠买的时候呢 我的Zenerini就可以打7折 其实beautilish.com上面也有Zenerini家产品 但是它不打折 beautilish很少打折 除了年尾时候会有giftcard之外 skinstore其实啊 其实是跟我后面说的那两个英国网站 其实是一家公司的了 但是它的发货其实是从美国发货 但是它的发货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我基本上要一个月才能收到 然后它自己网站本身呢 会根据你的金额分开包裹季 通常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打过税 因为我买的东西价格也没有很高 而且它如果分开进来的话 其实也还好 因为关税不关税这个东西真的是看人品 我觉得我只能这么说吧 英国这两个网站呢 一个就是lookfantastic.com 一个是feelyunique.com 这两个英国网站呢 它都会卖有很多平价的一些彩妆品牌的产品 那如果进去看就知道了 然后它经常这两个网站也会有很多优惠 有很多折扣嘛 如果买起来的话其实是蛮优惠的 但是我记得这两个网站都是要买满60磅 还是买满多少磅才能免油 像平价那些产品比较便宜的话 你买不了那么多的话就不划算了 海淘下单这个东西呢 最好是跟朋友一起拼的话 买下来会比较的划算一点 你如果自己能买到那个价格 就可能就方便一点 如果有的时候有一些产品的话 它是要在它的英国网站上才会有优惠 那其实你在英国的那个界面上去下单 一样也是可以邮寄到中国 它会有也是有一个免油的金额在那 如果你愿意学习的话 其实现在有那么多翻译软件 你直接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之后 再去下单其实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什么一件难的事情 反正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 这两个网站上面的品牌的话 如果换到中国这个网站上的话 它的品牌其实会有减少的 如果你本身是在他们当地的那个官网上的话 你会发现有很多品牌的 但是因为有的东西寄过来 中国是受限嘛 所以说这个就没有办法 我这两个网站寄过来的速度呢 我觉得也大概是20天左右吧 就是它没有说很快 但也不是很慢 反正我通常是下单了之后 然后隔一段时间才去追踪它的订单 你也不能着急 海淘这个东西呢 你就不能心急了 你只能去等它 就是这个样子 那到目前来说我也没有被税过 但有一次我有收到一张单说 我要去就是交税嘛 但是我跟他说 我这个洗发水都不到100块钱人民币 怎么上税啊 然后那个海关就说 哦那你就直接通过吧 就不用交税了 就走了 所以我就把东西拿走了 就是这么去海关的走了一趟回来 再来第二类的产品呢 就是美瞳了 其实我美瞳之前 都是一直找代购买 后来呢我就发现了一个美瞳网站 然后我把地址打在这里 那这个美瞳网站呢是在日本的 它是从日本发货到中国 它目前好像只能寄到中国 别的地方好像寄不留 它游记速度特别快 就是EMS 然后大概你下完单之后 反正五天之内 五个工作日之内就能收到了 我不知道可能别的地域不一样吧 反正我是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美瞳网站上面的品牌特别的多 然后也是我比较爱戴的那些品牌里面都有 然后它经常会有就是免邮费的活动 就平常的话好像它是买到几万日元才能免邮吧 你就趁着它免邮的活动去买就好 它里面杜树啊什么 款式啊什么都很全 所以我现在买我的美瞳都不需要找日带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日带买下来的美瞳价格还更贵一点 就如果大家有在国内有需要美瞳的妹子可以上这个网站去买一下 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网站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地址是要写英文的 它虽然是有中文界面 但是它的地址是要写英文 但它那个英文的地址下面会让你先把你的中文地址写上去 它会有一个自动翻译 就是你不用说自己去翻译 当然如果你知道自己地址的英文是什么 你自己写上去也更好 如果你不知道它会有一个帮助你翻译的软件 支付方式没有阻碍 就是还是支付宝 就是下单的地址 你可能它要写英文的地址才可以 第三类呢就是时尚的单品了 就是衣服啊 鞋子啊 裤子啊 包包啊 这种东西 这类产品的话 其实能够海淘的网站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像这些网站呢 所有都是有中文界面的 就是你下单都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然后付款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支付宝 不能支付宝 它也可以用银联 就是你不需要去开一个外币卡这样子 然后你买下来的话 它的运送方式呢 很多时候是不包税的 就我看到有很多妹子都说买东西会比较容易税一点 但如果你要去选择 你直接选择包关税的那一个快递的路径的话 那你就不用去担心了 那很多时候你想海淘的话 无非就是说想省点那个税的钱嘛 那如果大家就比较care税这个钱的话 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可以转寄到香港 可以找一个香港的仓库这样子 然后再寄回来 这是我知道的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吧 就当然你中途肯定还会有一些手续费 相信这样的价格肯定会比你打上关税 会稍微划算一点点吧 所以这个还是看大家了 因为像我去香港比较方便的话 我之前买的包包买的鞋子 我都是直接寄到香港的 然后我再自己就穿回来带回来 所以就没有涉及到税这个问题 然后而且有的时候 他有的网站上面的产品呢 你如果转换到中国网站上面呢 他就是没有那个折扣了 你反而你转到什么香港的界面呢 或者他本身那个国家的界面里 他才会有那个优惠的价格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要看自己 怎么去对比价格 怎么去划算 我核心想表达的就是 如果你想买这个产品 国内没有 你想海淘回来 你直接填中文地址 用支出宝付款 上包税的价格 是可以买回来的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海淘真的是 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难 对于想买东西的人来说 无论怎么样 你都是能买到的嘛 对吧 当然如果你真的实在不会 那你就上淘宝 去找一些代购包你买 也可以 这个是因人而异吧 这回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海淘的入门教程 如果大家想看高阶版本的话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